今天法例除了由業主大會的決議,分層建築立法規章,或是由法例所賦予的職務外,管理機關的職務還有很多 大家好,我是Dr.Chill,管理機關的職務包括了以下的幾點 第一個,召開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 第二點,編寫及提交本年度的帳目及來年度的預算 第三點,就以通過的預算收取各項的收入及支付各項的開支 第四點,要求每一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支付應付大廈的負擔,包括共同儲備基金的供款 第五點,按照法例的規定,投保及逐保有關的保險 第六點,將管理機關收取的各項款項分別存放在分層建築物的銀行帳戶 如果沒有設立銀行帳戶時,需要開納有關的帳戶 第七點,確保共同儲備基金的設立,尤其在沒有任何銀行帳戶時 管理機關成員需要選出後三個月內開納有關的帳戶 第八點,作出涉及共同部分的保存行為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詳細資訊,可以數一數這邊的二維碼 原來我們的管理機關有這麼多職務? 是啊,不是你猜的,他們職務很重要的 老爸,你去西藏,帶我去吧 你請